一个膨胀的气球下方系着一个白色塑料袋 在另一张照片上 落地的气球周围散落着垃圾 其中包括空瓶子 还有一个朝鲜肥皂厂的包装袋 周三 韩国军方表示发现一次朝鲜向韩国空瓢气球 军方和警方回收了落地的气球 据悉 落地的气球上挂着塑料袋 里面装有粪便等无灰物和垃圾 韩国有关机构正在对其进行精密分析 韩国表示 朝鲜此举明显违反国际法 是严重威胁韩国国民安全的行为 敦促平壤立刻停止这种低劣的行为 同时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向朝鲜边境附近的居民发出警告 如发现不明物体需保持警惕 不要触碰 并立即向附近的军部队和警方举报 好像是有意图地选择一个特定地方而落下来的 当时感到很害怕 如果那不是污秽物 而是病毒或化学物品落到地上 我们会怎样 感觉马上就能发生战争 如果说得严重一点 我真的感觉到了这些 这种事情持续下去的话 那将会导致成一场战争 截止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四点 在韩国境内各地发现260个垃圾气球 目前也没有气球在空中漂浮 新台电台记者今夜韩国报道